我现在有两个老婆 有两个结婚证 那到底这两个结婚证哪个有效 你自己也说 都有效 都是活发 我评价地说都有效 两个都是给家认识的 那两个老婆呢 都是活发的老婆 两个老婆都是活发的 你们的认识好好的煮饭 好好的酱 这边要认识 说新件事拿时代理 欢迎收看 由烈云电动车冠名播出的说实拉里 我是老季 刚才这个男子呢 名叫任兆树 今年52岁了 是重庆市岐江县的一位普通农民 哎呀 不过最近这个普通农民却出了名了 因为他有俩老婆 而且呢 还都有结婚证 你说这一个人 怎么可能有两个合法妻子呢 我们国家呢 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 那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法律承认的配偶 如果同时拥有两个的话 那就是重婚行为 哎就涉嫌犯罪了 那么这个普通的农民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个老婆叫熊金珍 这边这个老婆叫蔡成荣 任兆树的两个结婚证上 记录着他的两次婚姻 第一个妻子叫熊金珍 今年41岁 1993年 在贵州省安顺市轿子山镇和任兆树登记结婚 第二个妻子叫蔡成荣 今年52年 02年在重庆岐江县郭福镇和任兆树登记结婚 任兆树和第一个妻子生有一个儿子 今年17岁和第二个妻子没有生育 任兆树的这两个老婆都和任兆树生活在一块儿 这都说女人天生爱吃醋 更甭说两个妻子在一块儿 那么这两个妻子之间会不会经常产生冲突呢 任兆树告诉记者 目前他们依附两妻的生活还算比较和谐 两个人之间呢 也能够和睦的相处 这一个做饭 一个扫地 而且对丈夫还都是言听计从 很听话 而且呢 这两个老婆之间相处的还那么融洽 这就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周围人就开玩笑说 哎呀赵叔 你可真是厌妇不浅 你看你都比我们多一个老婆 而且人家两个在一块儿 还相安无事 和平相处 可是这个任兆树听了之后啊 却并不这么认为 这边说两个老婆都说 满意 但是这两个老婆 我觉得还是一种烦恼 那么任兆树的烦恼从何而来呢 他对记者说 他这两个老婆啊 和别人还不太一样 第一个老婆熊金珍 患有轻度的治理障碍 熊金珍面对记者的提问 显得反应迟钝 连丈夫的名字也回答不上来 而任兆树的第二个老婆 蔡成龙的病情 比这个熊金珍还要厉害 他神情呆滞 四肢行动都不灵活 也不愿意说话 面对记者的提问 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虽然是两个老婆 可一个患有轻度治障 连丈夫名字都记不起来 另一个则更严重 神情呆滞 不愿说话 还是残疾 那么这个任兆树 一个普通的农民 他为什么会娶两个有病的老婆呢 任兆树说 哎呀 娶这俩老婆 那根本就不是他的本意 也不是说他花心 这种一夫两妻的状况 那也实在是出于无奈 1993年 任兆树在贵州安顺 一家专厂打工的时候 经过别人介绍 认识了患有轻度事上的熊金珍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 两个人在当地领取了结婚证 随后一块回到了任兆树的老家 后来熊金珍生下了一个儿子 可这样的生活过了还不到四年 熊金珍不见了 十三年前 也就是1997年的一月初的一天 任兆树从邻居家打完麻将回到家 只见小儿子在床上大呼不止 一边哭一边喊着妈妈 而熊金珍却并不在家里 任兆树找病了整个村子 也没有发现妻子的身影 由于熊金珍本身身体就不好 平时很少出门 任兆树立即有了一种不强的预兰 熊金珍失踪之后任兆树一直四处大街 下了可一点线索也没有 五年过去了 妻子还是没找到 任兆树只好自个儿带着孩子 爷俩一起生活那日子过得很艰苦 村里很多人都劝任兆树再娶一个老婆 任兆树也就动了再婚的念头 这时候又不断有人上门来说媒 给任兆树介绍对象 但是要再次结婚 必须得有离婚证或者是丧偶证明 于是任兆树就到村委会 开了一份丧偶证明 我当时这种想法 我是跟城里面说的 我说我现在个社交 这个重金珍走了多年 现在我没得个妻子 再加上孩子又小 我说我让我来办个手续 我说看那个天把那个媳妇 这证明开了没多久 任兆树经过别人介绍 就认识了蔡成龙 随后两个人到镇里的民政部门 就领取了结婚证 蔡成龙成了任兆树的第二个妻子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八年 这期间失踪的雄心珍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他没想到 到了今年的二月的一天 一个邻居急忙找到了任兆树 说是见到了他失踪十几年的老婆 就在岐江县石角镇 一个姓罗的村民家里 后来任兆树来到石角镇 在罗家找到了自己失踪多年的老婆 雄心珍 因为这雄心珍有着倾助障碍 又离开家十几年了 他当时已经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任兆树 为了向罗家人证明雄心珍就是自己的妻子 任兆树拿出了当年他和雄心珍的结婚证 后来经过和罗家人的商议 今年三月二十八号 任兆树把雄心珍接回自己家 那么这十三年来 雄心珍究竟去了哪呢 雄心珍所说的人开心是他们的邻居 这听了雄心珍的话之后 任兆树就带着雄心珍去找人开心去说理去 可是当见到人开心时 这一向沉默寡言的雄心珍 一下子这个情绪就给失控了 雄心珍一口咬定 当年是任开心把他给骗走了 而任开心则说是雄心珍自己走了 双方为此争论的是不可开交 人开心不承认自己当年拐卖了群 他说任兆树之所以说拐卖了他老婆 那是因为两家人之前有过过境 任兆树是故意冤枉自己给他泼脏水 他滚走了没打个怪他都得 他都全部叫了啥 都推到我脑口啥 这双方是各知一词 炒来炒去 他也没炒出过什么结果来 最后这任兆树决定啊 去这个石角镇的罗家去问个清楚去 因为最早这个他媳妇就从那儿给找回来的 由于这个13年来 雄心珍一直都生活在罗家 那罗家肯定会清楚这个事情啊 当年雄心珍究竟是不是被拐卖到他们家的 他们有没有花钱 就不让离开这种事情啊 好 那你们有什么好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罗家人的见证之下结为了夫妻 但是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 后来熊金珍还为罗德纲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是你们娃娃的小夫嘛 哇 好大了现在 八十六三 熊金珍不仅给罗家生了一个孩子 十三年来 在罗家他是洗衣做饭带孩子 样样都行 而且非常勤快 罗家人和左邻义务社都很喜欢他 他对你这个公公好不好呢 他等着好 打个菜东西 你不要给你吃 别人给你洗 能不好啊 清瓜 人格是清瓜 随便拿去都煮 熊金珍给罗家当了十三年的媳妇 现如今人家的丈夫找上门来 要把媳妇带回去了 哎 你说这罗家人 当然心里是不情愿的了 可不情愿也没办法 也只能让这个熊金珍跟着任兆树走了 因为这个罗德纲和熊金珍 根本就没有领取结婚证 他们并不是合法夫妻 这任兆树这次来罗家 那就是为了想搞清楚 当年他媳妇是不是被人给拐卖的 可这问了半天 也没问出个名堂来 这任兆树考虑再三想一想算了吧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哎 重新开始 他也不想再追究下去了 不是真的不是别人迈到你们的地方 或者跟你介绍到个地方 那话 那是我们两家来说 可以互相玩耍 这个是可以做的 因为两家的孩子 我这种当地就是 要你们他的事情要求谁 人兆树 我这个当地有一个 我这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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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兆树对罗家人说 如果当年熊宁珍 确实不是被拐卖到罗家的 那他要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收留他 而且以后两家人可以常来常往 毕竟熊宁珍还有一个女儿在罗家 随后这个任兆树就把妻子领回家里了 可是回到家这又有麻烦事了 因为他家里边还有一位结婚生活了八年的妻子 蔡成荣呢 哎 这就形成了一夫二妻的局面了 那这种情况肯定就不允许存在的呀 这不没过多久吗 当地镇政府就找到了任兆树 那这凭着一个丧偶证明就办了第二张结婚证 任兆树这么做合法了 他的做法显然不合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丧偶证明应有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出去 村委会是无权出去丧偶证明的 既然村委会出去的丧偶证明是无效的 那么熊金珍失踪五年后 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否就能够自动解除呢 婚姻关系的终止不因一方失踪下落不明而自动终止 若一方下落不明满四年的 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宣告死亡的诉讼 人民法院依法宣告下落不明人死亡后 婚姻关系也在宣告之日起自动解除 所以他与失踪人婚姻关系还是合法存在的 这既然和失踪的妻子还存在着合法的婚姻关系 任赵树再和蔡成荣结婚那就不合法了 现在他失踪的妻子也回来了 这就形成了一夫二妻的局面 一个丈夫同时拥有两个老婆 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当地政府说 这熊金珍当年无故失踪了 你任赵树就应该去报警 可你并没有去 反而是在村里边开了一个丧偶证明 后来这又和第二个女人结了婚 那你说这不是骗婚行为吗 如今这一夫两妻的任赵树 是否就真的构成这个重婚罪了呢 任赵树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稍后为您解密 一个丈夫 两个妻子 她究竟是不是在骗婚 是谁造成了一夫两妻的局面 你政府当时如果是你连个审查的话 你都不办这个破发车用了 那都不是在现在 这个业夫两妻的总盗你了 一个丈夫不能拥有两个妻子 她又该如何选择 不准两个妻子 我只用地图一个妻子 我跟你离婚也可以吗 你看我们两个离婚信不信 现在回家不同意 两个都办成了 你看都可以 离婚之后 他们的生活 又将何去够存 我说离婚了之后 要往这里回来博士 她的生活 你到底是你的生活 他都不存在 你到底是不存在 你到底是不存在 家有双妻 说是哪里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咱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我们说到 这家住重庆市 岐江县的村民任赵树 现在家里边有俩老婆 由于13年前 这第一个老婆熊云珍失踪了 任赵树呢 就到这个村委会开了一个丧偶证明 然后就娶了第二个老婆 可是没想到 这在今年的二月 这失踪了13年的老婆 找到了 随后呢 就被这个任赵树给接回了家 这一下她就乱了 一个丈夫 要和两个老婆 在一块生活 那这肯定不允许的 当地政府部门说 要追究她的法律责任 这位副镇长表示 任赵树的过错有以下三点 第一 13年前妻子失踪 为什么不报警 这是不是故意的 第二 妻子失踪后 任赵树为何不去法院 申请失踪证明 第三 任赵树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结婚 并且没有离婚 为何再次结婚了 而对于骗婚的指责 任赵树觉得很冤枉 他认为正是当年民政部门的工作不细致 没有问清楚实际情况 就给他发了第二张结婚证 才是他现在拥有了两个老婆 任赵树不但认为自己没错 反而觉得自己也是受害的 他把矛头对准了当地政府部门 认为之所以造成现在这种尴尬局面 当地的政府部门有着很大责任 我是一个普通农民 我不懂国家法律 你们政府部门 难道都不懂法律啊 任赵树说 13年前他老婆无故的失踪 他既没有报警 也没有去法院申请失踪证明 这确实是他的失误 可能都是因为自己不懂法 但是当他和蔡成龙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 民政部门为什么就没有向他索要失踪证明 就把第二张结婚证颁发给他们 他认为如果当初民政部门认真 核实他们的基本情况的话 也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 你政府当时如果是你连个审查的话 你说我的前妻没离婚 如果怎么样的话 你都不办这个活发生用了 那都不是现在这个业夫两期的当你了 那么当年民政部门为什么会给任赵树 颁发了第二张结婚证 到底又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呢 妻子而且两个人都有结婚状 我觉得很奇怪 了解一下 我如果说是社会社会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婚姻状况呢 可不可以出来 婚姻状况 一般是以下面的手续 抽举的证明 你说 你如果说结婚的 你如果说 对一人我们都要去 随时也不能 那怎么办 工作量 因为她的复刻委员上 又不一样 公安复刻吧 公安复刻吧 复刻吧 现在我们这样的 会议问题就是 只要两个东西吧 只要三个东西吃一张 照片 两个的照片 还有就是 两个人的复刻 两个人的身份点 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会议问题 就是这样的问题 齐江县民政局的刘局长解释说 十几年前 该跟哪个离 该跟哪个离 是一个很难的选择 任兆树是一时没了主意 他决定啊 先征求一下 两个老婆的意见 我跟你离婚有婚吗 你还是跟才是两个离婚吗 我说 是你叫人家来啊 有不是我叫人家来 你看了吗 他的意思 还是 同意 我跟才是两个离婚 他的意思 他也要在家里 熊青珍的反应 比较强烈 他是坚决不容易离婚 于是任兆树 又去征求第二个老婆 蔡长如的意见 你看 我们两个离婚信不信 现在回家不通 两个都办结婚的时候 我也是 你看可不可以 我也是 看不容易离婚 我也是 他就在家里面 把人家里面 和人家里面 都会找到 三个月 我也是 很高兴 只能说 要不要离婚 你 他也有什么 他们都会担心 他也有什么 我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个人之间肯定是有感情了 这虽然说要离婚了 任赵树可还是放心不下这个第二个老婆 一想到你说他手脚残疾 自立能力本身就差 还不会做家务 那离婚后他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这为了给这个蔡成荣安顿好将来的生活 解决一下后补之忧 任赵树呢就来到了镇政府 他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出面 帮着这个蔡成荣啊 申请一个低保 办理一个残疾症 没想到镇政府这位负责残联工作人员 对于任赵树的请求 态度是十分冷淡 在镇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没有找到任何解决的办法来 任赵树这后来一打算 干脆这样吧 即使他和这个蔡成荣离了婚 这蔡成荣呢还可以住在他们家里 由他和熊凝珍夫妻两个照顾他 那既然夫妻做不成了 就当成亲人照顾着吧 那对于这件事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市民 我们来听听 他们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 这两个女人都是受害者 对吧 第二个应该退出来 给他退出来以后吧 这个男的给一定的补差 他第一个老婆一定要吃 你已经给在外边生儿育女了 跟别的男人 你不能再破坏人 这边这个家庭了 虽然他不懂法 大队里开了 但是八年了 说明明这个事 前面那个我找不着的 我要喝这个钱 你怎么能给他开个名字 对 你看这个名字不解释 对不对 十三年前任赵树的妻子失踪 如果当时他报了警 去法院办理了失踪手续 如果当时他和第二个妻子 登记结婚的时候 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啊 能够多点责任心 多了解些情况的话 我估计也不会造成今天 这样一夫二妻的局面来 这个从主观上来看 任赵树他并没有重婚的犯罪故意 他的过错就在于 在妻子只是失踪 下落不明 生死未不的情况之下 就要求这个村里 开个丧偶的证明 而且啊这个丧偶证明啊 他也不应该由村里开 应该由公安机关处居 村委会呢 是没有权利开这样的证明的 也正是由于基层一些部门工作中 这执行法律和规定的不规范 才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 看来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呀 那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任赵树呢 尽快结束这个一夫两妻的局面来 任赵树他必须和其中一个妻子 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 然后才能和另一个妻子 合法的生活在一块 我们也希望任赵树 雄金珍 还有蔡成荣 都能够早日回归正式